电影里面还有这个 让人印象深刻的美景 从空中看台湾 蓝色的海边出现了一个大扇形 线条漂亮 非常的壮观 这不是棒球场 也不是渔池 那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为什么要组成这种形状 我们驱车前往西南沿海 找到了这块大扇形 为解开问题 看见台湾纪录片 台湾这个超大扇形 令人印象深刻 但很少人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空灶土啊 空灶土 还蛮漂亮的 说真的 这个也是第一次看到 我们在这里 你怎么可能知道 我们的有限性截散 台湾真的有这样的美景吗 我们多方打听暗图所记 终于在台南海边 找到它的身影 沿著鄉間小路 經過無數餘溫 廢棄池塘 地面上看不出什麼扇子形狀 就算橋上噴漆寫著 青棍生扇形鹽田 我們還是半信半疑 紀錄片裡美麗的扇形在哪裡呢 就在這裡 台南市的將軍區 中天新聞團隊 特地出動空拍器材 要帶觀眾朋友們上去 燈高才能望遠 直升機啟動 飛上200公尺青空 阿伯越看越遠去 然後距跑的話 然後就很沒看得來 越飛越高 像棒球場一樣的扇形出現 左右兩條路放射狀拓展 精準的歪斜 電鏡頭下那個大扇形 終於呈現眼前 第一次看到就很覺得很奇怪 他覺得有沒有特殊造型的鹽田 在這個地方 原來上天空看 才知道 這是建造技術極佳的工藝之作 有編於齊柏林直升機的高度 我們飛低一點仔細看 田梗不是直線 而是有弧度的 陽光照 海水泡 廢棄的鹽田只見綠藻 風華褪去 咬呼人煙 這塊鹽田原本是內海跟小沙洲 30多年前台延順的地形開闢鹽場 同時保留左右航道供漁民出海 因緣際會形成美麗的扇形景象 海水從外海流入 一層一層曝曬蒸發 進入頂點時 已經可以結晶成鹽 扇形鹽田盛況不在 但是你可以到另一座北門金栽角鹽田 遙想當年 白色正方形整齊排列 一座座小岩山點綴其中 像是一坨坨奶油擠在頂竿上 海風呼呼吹 田裡的鹽宮還是辛勤作業 它是土丁性台延退休的鹽宮領班 幾乎半世紀的歲月 都像這樣與白色結晶為伍 我們這個撇步就是 今天風頭這麼沒水 就在那裡收的水回來了 這個撇步是這樣 如果不知道是黑白收 鹽田轉型觀光找到新價值 圖伯伯也從退休鹽宮 變成專業解說員 這個撇步就是要打 二 三 好 這樣 我們以前的操作 像是小隊 表在這裡 撇步的這個 撇步鹽工很辛苦 應該要吐起來 頭六十公斤 頭三十公斤 頭三十公斤 夕陽下的岩山 猶如曠野上的白色金字塔 飛機再次巡弋 我們看見台灣土地 也看見台灣人 這片海邊岩分地帶 除了治岩 還發展了獨有的岩地經濟學 人家說撇步 撇步 撇步它會比較有減分 這個東邊季風的熏陶之下 它起來的東西特別比較 人家說會比較 比較會比較 這樣 橘色 紅色小番茄 新鮮有光澤 這是台南將軍區著名的 岩地小番茄 這個都可以了 一排排番茄樹 種在充滿鹽分的土地上 這種土壤大有學問 可以讓果實越種越甜美 吃下去的時候 比較會生甘甜 對 生甘甜 讚 這裡的番茄特別甜 不會有澀澀的口感 大自然的禮物 還有洋香瓜 出鍋香了 七股香 鹹粉的地方 比較好 阿伯熟練萬下生 摸摸圓滾滾的寶貝 一把剪刀就能採收 這台南就要有一個 三公斤 飽滿的洋香瓜 阿伯隨便摘都有 迫不及待分享給大家 我吃看看 一掰開 果肉鮮嫩多汁 甜甜的味道 小孫女最愛 吃看看 好吃嗎 好 讚 一樣鹽地不同水果 又甜又美味 被海風吹得受不了了嗎 到室內填飽肚子吧 結合在地鹽業文化 這家雜貨店有個特選鹽橘蛋 蛋殼上還看得到鹽的結晶 老闆引大鍋炒熱粗鹽再燜煮 這樣的做法很傳統 早期仙人的話 要到海邊吃去補魚的時候 一般大部分都兩天三天嘛 但是當時也沒有冰箱 也沒有什麼東西 不能保存太久 那我們的仙人就很智慧啦 用鹽巴把它烤熟 有一點鹹鹹的味道 鹽巴可以增加食物保存期限 還可以辟邪一舉兩得 老漁民的智慧流傳至今 成為鹽田村莊裡 引到特別的滋味 走一趟西南沿海 認識鹽地文化 原來鹽巴不只鹹味 還有你從未嘗過的酸甜苦辣 千百種滋味